如果想要在Finalcard Pro的影片上加上時間碼的顯示 該如何處理呢? 基本上在Finalcard Pro裡面 第一個就是說 它有一個時間碼的顯示功能 在這個地方 字幕產生器 然後在產生器這邊有一個元素Elements Elements這邊有一個叫做HandCode 所以這個時候我把Timecode把它Cue 就是把它連結到時間軸上 然後呢 我們可以做這個動作 基本上你的影片有多長 這個時間碼的時間就可以到多長 這個也是Finalcard Pro的一個功能 這什麼功能呢? 就是我們先選擇這個片段的結尾 然後到Train Train這邊有一個叫做ExtendEdit 就是所謂的延伸編輯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先按End End就是鍵盤上的End 就是你的片尾的部分 如果你是用短鍵盤的話 你就Function加上右鍵就可以了 我現在就按一下End 那這個時候它可以快速到片尾 然後Shift X 基本上像是產生器或圖檔 這些條件 在Finalcard Pro 10之後 它基本上 它的片段長度 在時間軸上是無限長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的把它拉一層 對其實它就是一個圖層 所以其實在Finalcard Pro這種磁性編輯的條件來說 雖然說它中間有一個故事主軸 可是它的上下區域呢 是一個所謂的自由空間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獲得一個時間碼的顯示 在這個畫面上 那另外呢 這個時間碼當然你可以去做一些設定 比如說你的時間碼的顯示是十分秒格 或者是十分秒 或者是顯示格 那另外就是你的這個時間碼的大小 然後這個時間碼的基準是來自於你的編輯專案 或者是你的來源 來源就是說你的這些編輯片段 它原本在攝影機上面的拍攝時間 然後你的格率都可以在這邊去做設定 這邊你也可以給它一個 比如說如果你是給人家試看的樣片 那你可以比如說僅供參考 樣片也可以 所以你在這個畫面上 你就可以加入這個時間碼的條件 然後呢 你也可以在這邊顯示這個字幕安全框 來擺放它的定位 其實一般來說我們是盡量避免幫到這個外框外圍 如果你是給人家看樣片的話 盡量還是以內框為主 那如果有些人說我不要壓畫面 那一種方式就是說 我可以在這個背景的顏色 這個透明度把它拉掉 就像這樣 那另外就是你的顏色 甚至說你的字體 都可以在這邊去做設定 那上次有遇到一個學生 他問到一個操作上的問題就是說 他希望有點像 他可能是一個在做物品的一個實驗 然後他可能會有一個時間碼的顯示條件 可是他如果用這樣一個樣片的時候 他是希望從零分零秒開始 那問我說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後來我想了一下就是說 基本上如果說你是要從 幾分幾秒到幾分幾秒的話 那如果說他這邊把它設定 一個幾分幾秒到幾分幾秒的範圍 因為他是跟著我們的編輯專案在走 所以他是沒有辦法從 零分零秒的條件開始 我要怎麼去把它設定在零分零秒呢 有一種方式就是說 我可以把這幾個片段 把它變成一個compan clip的方式 然後呢 在這個compan clip裡面 再去加入剛剛的這個時間碼 然後一樣的到這個片尾 extend 那當然這個compan clip 他基本上如果他的預設是一個 從零分零秒開始的話 我們回到剛剛這邊來 他就會是從零分零秒開始做計算 所以說如果說你可能希望說 用這種基礎的條件 來表現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時間長度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種複合式片段的方式 把這個時間碼把它套用進去 那另外就是說 嗯... 有一些輸出的條件 萬一我的這個影片 他本身 我忘記把它帶時間碼輸出 或者是你已經輸出了 基本上在compressor裡面 compressor它有一個設定項目 也可以在所謂的轉換輸出的時候 帶有時間碼的條件 比如說像是我們在設定這個 轉碼的設定的時候呢 他在影片 然後這邊有一個增加影片效果的這裡 他這邊也可以講hand code generator 就是他可以在畫面上出現時間碼 那我們這邊簡單的做一個動作 就是send to compressor 然後new batch 就是新的批次 然後進到這邊來 然後我把剛剛的這個設定呢 把它套用進來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 畫面的右下角現在有一個時間碼 對這個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套用的那個時間碼產生器的部分 可是呢你會發現他的時間碼有點小 所以呢我可以在這邊有一個叫做 automatic font size 就是自動調整字型大小 所以我就可以像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你想要把它擺放在不同的位置 你可以在這邊去調整 比如說把它擺放到中間來 可是他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他剛剛這個大小 還有一些條件沒有辦法做修整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調整它 所以呢他就只有大概是這麼大的一個 就是這麼大的大小 去做這個選擇 當然在Final Cut Pro裡面 他其實還有其他的類似數字的 這種顯示 像這邊有一個counting 就是技術器 那我可以把它帶進來 不過他其實這個技術器是有一點像是 所謂的做畫面的字幕效果的 的一個編輯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邊 所以他這邊會有一個技術器的條件 那這個技術器呢 當然他也可以去做一些設定 假設像是我的這個文字的顏色 然後他的那個字寬 他要顯示的是什麼 比如說數字或者是金錢或者是百分比或者是科學的這種小數點或者是像這樣子拼字或者是二進位的 十六進位的 所以他可以在這邊去設定各種的 所謂的字型的表現方式 然後你的這個 所謂的 技術的條件 所以說在Final Cut Pro裡面他其實有很多這種效果你可以直接套用 所以說像我們剛套用這個時間碼來說 一般來說啦 就是我們叫做Burn in Handcore 就是所謂的燒製時間碼 因為像是我們做這個 接案子的時候 要給這個客戶看試片的時候 通常因為有時候這個影片的時間位置他可能要做一些討論 就是他覺得在某幾分幾秒他覺得有問題 當然另外一個一個動作我們叫做防小人不防君子 就是避免有一些不當的這種交易行為出現 所以呢我們在Final Cut Pro其實可以很容易的去上這種時間碼 然後在輸出的時候呢 他本身就可以帶有這個時間碼的顯示 然後跟著一起輸出 今天時間碼的內容呢就先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所以這邊的情況下 就是著名的 什麼 是 我們這邊的情況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